我是大医生 我是大医生 欢迎收看本期我是大医生 大家好 我是月月 你们看我的吹风机多么大 今天我们用吹风机 不是为了测试您的发型 是不是够好 关键是要测出来 是不是足够健康 所以今天我们请来了 三位特殊的挑战者 有请他们善良登场 可以啊 非常好啊 我是大医生经监戴维老师 我呢是剪刀王通理 这区在下是安迪行 那三位既然是作为挑战者 来登场的 那就要接受我们的吹风机 这测试非常非常的容易 听一下这个功率 来 李医生 您先来 我来跟导演确认一下 今天我们医生梦之队的保险 都买好了吧 还好 那我们让老师确保一下 就离步到位 因为我怕李医生这个岁数 可能经不住第二波 就离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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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就是看李医生这个发际线在哪儿 现在看还是挺一致的 是吧 那我现在就很好奇了 王子涵会不会是一个古装啊 发泡的美妇是吧 快快快让我看一下 满足我一下 对 李医生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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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够了没有 这期我不录了 我这是王凯没有想到 他发际线在那么后面 到了百会学连线的演展书 这到我的后脑勺了 来 王凯 还可以 还可以 也是 也是差强人意吧 从来就帅多了 比原来帅多了 那么有偶像包袱的也可以 没许 为了咱们节目也是漂亮 来来来 不错 不错 不管是颜值还是发际限 都接受了考验 有没有 那今天我们身后 是我们的大医生美发店 里面已经来了 三位非常重要的客人了 我们赶快去认识他们一下 这几位都是大家 非常喜欢的演艺界人士 没错 我很喜欢Eason 偶像是吧 你把你的吹风机 吹向他们三个人 看看会有什么改变 希望我的Eason没事 下一位 真不忍心 真不忍心 对我们家Eason下手 有亮度 那我们会看到 其实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备受脱发困扰的人 真的是不在少数 关于发肌线的问题 关于发肌线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一个网上非常红的一个发袋 我们要把每个人带上 我再给他讲一讲 关于发肌线的问题 为什么 我们的观众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一下 我是大医生的微信公众账号 然后输入发肌线三个字 就可以立刻获得用一只手 就可以检测你的发肌线 是否健康的方法 那现在请我们这个黎医生 黎医生好可爱 黎医生好可爱 黎医生 先说 先检测 黎医生 咱们可以用自己的四个手指 并起以后 从眉毛的上缘 比一下跟你的发肌线之间的距离 眉毛跟发肌线之间 如果超过了四个手指 就说明有后撤的现象 有后撤的现象了 王子涵那个可以手这样发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一种方法 然后还有种方法 可以测试自己是不是在掉头发 就是去拉发 就在扯头发的时候 看你掉多少根 拇指 食指和中指 用中等的力度 从头发的根部 然后顺着头发的方向铝 该轮到子涵做这个实验了 不是黎医生 我刚才看过那个吹风机测试之后 我不想这样做什么 我觉得她的每一根头发 都是有名字的 然后头上做这件事 真的 每根头发动手 独立变化的鱼鳥 真的不多了 我们要分四个部位来进行测试 顶部 左侧 右侧 前额和枕部来请 顺着头发的方向 人家说的是中等力度 顶部的左侧 右侧 然后前额和枕部 王凯肯定没问题的 她营养特别好 她很多 她头发很多 是吊的很多 还是什么 一根都没有 两根到五根都算正常 超过五根就怀疑 对 如果一大把 那赶快就去看医生 纹丝不动 对不对 纹丝不动 一头钢丝一头 她的发质非常地好 她的可以用来刷锅 钢丝球发质 还可以拖地 记得我也不用这么长 对对对 但是拖发的问题 在互联网上做成了极紧 来反映这件事情的普遍性 然后呢我们也是把这个短片找了出来 我们来看看 关于发际线的一些困扰 说到发际线这个问题 真的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噩梦 甚至有人调侃到二十多岁 我们的发际线高的和清朝人一样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些突破天际的发际线吧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挽救这些突破天际的发际线呢 大医生马上为您揭晓博一名师的建发生发秘方 今天我们有请专家来专门解决这个问题 有救了 因为其实不光是美观的问题 发际线啊 包括我们一直说发质啊等等很多的细节 它可能会跟全身的健康都有关系 那么马上请出这个我们医生梦之队的新成员 我们要欢迎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周东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维文 欢迎两位 周东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 陈维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欢迎欢迎两位老师 赶快救救我们 兼兼万万的观众都在等着听一听中医有什么好办法 因为说实话 我觉得西医这方面可能能够通过毛脑移植的方式 来稍微改善一下下 但是归根结底 中医看来这个根在哪儿 我们中医有一味药叫做血鱼炭 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 是头发烧化了又 就变成那个黑黑的那个 是不是 对 为什么叫血鱼炭 这血鱼炭是用头发做成的 我们中医有句话叫发为血之鱼 头发是否健康呢 它是跟我们气血是否充沛有关系的 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头发的一个形态 他的多少 他是不是有光泽 我们可以判断这个人 他的气血是不是充沛 刚才周术人讲的 就是我们的亏虚是一方面 就是我们头发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虚的原因 另外一个是实的原因 那虚的原因 我们经常说血虚 那实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讲的湿制 是干湿的湿 咱们先从虚说起 两位老师可以目测一下 因为中医望诊很厉害的 两位老师望诊 最虚的是谁 您不必客气 这个还用他们看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个要是说虚呢 我觉得月月你也是偏虚的 好 我们现在录制到此接受吧 好 谢谢我们的 那我们这边准备了这个 两个人性力排 女性多是因虚导致的脱发 男性多是因湿导致的脱发 我们结合道具 请陈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好吧 好嘞 好嘞 王子涵去认真听一下 好嘞 必须近距离清晰 学习一下 一虚一时 那虚性脱发 常见的是女性脱发 当然男性也有 女子以气血为本 而我们发为血之鱼 而女性每个月 都有这个月经周期 女同志特别注重减肥 也会营养不足 耗伤阴血 有私思虑 考虑事太多 也会导致这种血虚 血虚就会导致脱发 那我们再讲一下这个 湿性脱发 那湿性脱发呢 我们讲 中医叫发柱脱发 什么叫发柱脱发呢 就是说 这个湿啊 就像那个蛀虫一样 把你的头发根 给你吃了 那湿的表现呢 一个是乏力啊 倦袋啊 不爱运动啊 饮食有时候 你别看 它挺能吃的 但是它不消化 肠胃不好 这种也是一些湿的表现 头发上面也会导致脱发 头油多 这种现象 油腻腻的 油腻腻嘛 这就是男性的特别表现 陈伦那不同原因的 丢发 脱发 这就是在脱发 王子涵救不了了 你不要下意识地想要 挽救这件事情 好嘞 各位观众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来关注一下 我是大医生的微信公众账号 来输入狮子 就可以看到体内有狮的话 有狮血的话 有狮血的话 有哪些症状表现呢 我们来请陈老师跟我们统结一下 有口气 胖 头油多 黏腻 大便黏腻 脸上也爱出油 脸上也爱出油 随着我说 你看这些秃的地方都开始伤害 到底有没有失 我们可以简单地一个判断 我们来看看自己的舌苔 如果你的舌苔厚腻 对 那还是有湿气的表现 对 那深处来看一看 为你好 我们如果能把你的头发 就让你长回来 我们大医生也是有福报的好吗 果然 他果然是很痴 他也痴痕 有痴痕 舌苔特别腻 我真的有痴痕 有厚腻 有那个白胖的感觉 我们看舌头要看他的舌体 他的舌头的形态 还要看舌头的颜色 然后看他的舌苔 有必要的时候还要看舌下的落脉 她的舌头 她的舌头就是 相对于她的形体来说 她就偏于胖大的舌头 那这个我们中医就认为 她有湿 舌质呢 不是特别的红 但红舌 然后舌苔呢 也是偏于白腻的这样的舌苔 所以我们认为 她还是有湿气的表现 好的 那无论是针对虚 还是针对湿 我们总要给大家一些解决办法 在西医中治疗 这种指医性脱发 男性的脱发 办法可能更多一点 比如一些菲娜熊胺 明儿蒂尔 但是对女同志的脱发 和医塑关系不密切了 越讲越虚有没有 对 对 对 看得出来 子涵在各个大大小小的医院 小小的科室 从西医到中医 就这个脱发的困扰 是 不止大大小小的医院 电线杆上的一针铃都是 小广告 都是过这 我们请了两位中医老师 就特别想知道 中医在这方面 有没有什么生发的方子 可以赶快交给大家 我在以前以为去尸 这只能用活性碳的 这还有方子 真的好害羞 你又不是一个大衣柜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舞台上有这个 三瓶洗发水 其中有一个写的是 中医泰斗的 逆质生发汤 陈老师和周老师 好好讲讲 看一张照片吧 来看一下大屏幕 梅先生嘛 对 这是我们京剧界的泰斗 大家都知道 这是我们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 那梅兰芳先生呢 就是我们皮肤科 中医皮肤科泰斗的好朋友 当时梅兰芳大师 他曾经患了带状泡疹 缠腰龙 对 缠腰龙 老百姓知道 叫缠腰龙 特别地痛苦 会特别疼 在这个皮肤上出现水泡 那梅兰芳大师呢 得了这个病以后 也是非常地痛苦 他就找到我们的祖师爷来看病 那他最初来的时候呢 是由家人陪伴 搀腹因为特别疼啊 老先生呢 就是给他处方 开了一个星期的药 用了外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 一周之后呢 梅先生再次来到 我们老先生的诊所的时候 那已经是自己 精神绝朔地走进来了 他也是对我们的老先生 身居于公 表示感谢 在一周之内 就是把这个梅先生的带状泡疹 已经给治愈了 一周就治好了 真的很快 给这个梅先生治好带状泡疹的 这位医生他是谁呢 我们来看 赵炳南 赵老 其实赵老先生呢 我们有的观众会知道 他是我们现代中医皮肤病学的 奠基人和创始者 在京城是著名的 外科四大家之一 可能大家有所不知 中医皮肤科呢 最早他并不是独立的一个学科 他是归属于外科之内的 那我们赵老先生就是在1972年的时候 首次把皮肤科从外科分离出来 建立了中国首个独立的中医皮肤科 那我特别要讲的就是在治脱发这方面 就是赵老首先提出来 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导致脱发的原因 因为以前的古迹啊 或者大部分的医家都认为这个 虚才是这个脱发的原因 那我们现在认识了 除了虚之外还有识 那实现的就主要是诗迹 今年因为正好是赵老诞辰120周年的 这样的纪念的一年 那我们缅怀赵老 纪念赵老的方式呢 其实就是要把他的这个学术经验呢 不断地传承发扬发展下去 那他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方迹 还有独特的疗法 那我们一会就要 给大家去学习 给大家去学习 对对对对 那我们赵老的这些方法一直到现在呢 还是在临床上在使用 对 是 向赵老致敬 那么我想知道 如果要计晓的这个生发汤 也是赵老的这个经验方 就是赵老的经验方 远方 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赵老 今天在这个大医生的舞台上 就来帮助我们子涵 赶走到身体里面的失血 是 管他以后乌黑浓密的手发 我们来看看 看看真实患者 在使用了这个汤记之后的效果 来看一下大屏幕 这个就是一个 女性治疗前后的照片 治疗前的发非常软 比较稀 而治疗之后的发明显的浓密 而且硬了 头优也减少了 很明显 很明显 左边是治疗后的 对对对 这更明显吧 左边这个是开始 右边这个是治疗以后 浓密了一些 哪是浓密了一些呀 很多呀 这还是信心呀 对不像一个人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组照片 其实不光是发量的改变呀 形象的改善 我们中医的治疗 是从根上去调整一些 没错 体内失衡和失血 其实更多的获益 可能是在身体内部 没错 你就把你的失衡好好调整一下 不不不不 你这明显是一个中医生啊 哪是西医生啊 是是 他很感兴趣的 他很感兴趣 我们请西医的李建平医生 去按一下那个洗发水 来揭晓一下 赵老的这个生发汤 到底叫什么名字 子涵的目光充满了期待 我们把赵老遗留下来的这个 宝库给大家 去湿见发汤 刚才我们说了 脖发有不同的这个辩证 有一种是以湿为主的 那这张方子它起到作用呢 主要就是有 立湿啊 还有滋补干肾呀 还有活血 还有去蜂止痒 去油这样的一个作用 白竹啊 株灵啊 泽蟹啊 它就起到去湿的作用 另外呢 像熟 它就有这个滋补干肾的作用 另外呢 还有像生熟地 也有这种滋补干肾 羊血啊 这样的一个作用 还有呢 川胸啊 它就有活血 而且饮药上行 直达病锁 这样的一个作用 另外像白线皮 它也是有这种 聚风啊 除湿这样的作用 还有一个赤石脂 这赤石脂啊 它在中药里面 它是一个干温收色 这样的药 起到这个去油的这个作用 它全方就是照顾了这个 吃性脱发 各个的病激 能起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是一天的量吗 这个是一副汤药 一副汤药 我们要把它煎水 然后可以分两次来服用 需要医生来处方的 拿着这个方子去找您的医生去问一下 因为其实每个人一人一方嘛 客数可能都不太一样 对 看看你的情况 有一些要做加 有一些要做减 所以这个方子是一个给一个大概齐的 这样一个基础方吧 这个针对的是王子涵这样的 然后因为湿导致的这个脱发 湿和虚是中医认为的脱发两大内在原因 体湿人群通常会伴有口气 肥胖 大便黏膩 脸上出油等症状 针对这类人群 国医泰斗赵炳南先生曾开出一个经典的驱尸剑发汤 炒白竹15克 猪灵15克 则蟹10克 碧蟹15克 车前子15克 手乌藤15克 白鲜皮15克 穿胸10克 桑肾9克 赤石枝12克 生地12克 熟地12克 每天煎煮后分两次服用 但是大医生建议您在服用驱尸剑发汤前先咨询医生 根据您的体质 酌情增减药量 除了这副汤药之外 陈医生同样精选其中药材 方便所有人服用 我们同样可以取其中白竹15克 猪灵15克 木瓜6克 车前子10克 桑肾9克 每日煎煮一次 或者直接热水冲泡代茶饮 坚持每日服用一次 便可以有效地起到改善阴体湿导致的脱发问题 从而保护我们的头发 还有女性因为虚倒了这个头发 你再去摁一下 扭 扭到这边一侧是吧 你好 鱼 可真难呀 真的有东西出来 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大家第一个字可能会觉得有点声色 但是不要怕秀才认字读半边 它就叫做草圣子汤 谢谢老婆 你还说叫月子汤呢 好好好 他比较开玩笑 这是巨圣子汤 这巨圣子汤里边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对巨圣子不熟悉 这个确实也是一个治疗脱发的 赵老常用的一个药 巨圣子呢 它实际上是中药那个川段 川段是一个补干肾的药 那除了这个巨圣子咱们不常见之外 剩下的我们就特别常见了 像什么桑肾啊 芝麻啊 干草 干草啊 蛇是蜗 蛇是蜗 兔丝籽啊 这些都是补干肾 羊血生化的一些药物 那我们也看到了这后面啊 也有白猪啊 木瓜呀 是驱失的 其实我们中医辩证分析也是这样的 不是每个人截然想法 说你是虚你就是虚 说你是实 你说是实 都有交杂 都有交杂 就是看你哪个偏性 你偏向哪一边 我们哪一边的药 就给你多一点 比如说我也可能 你可能又虚又湿 死去同体 你怎么都找人教我 赵老师 其实也非常推荐这个患者 就用这里边的一些食材 你可以尝去吃来保健 也非常有效 比如说这里边的一些桑肾啊 芝麻呀 木瓜呀 这些都是其实我们可以吃的 吃这些东西呢 根据你不同的体质 可能对你的这个头发也有一定的好处 我们的观众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一下 我是大医生的微信公众账号 输入生发两个字 可以获得两个方子 体虚是导致脱发的另一个内因 针对手脚冰凉 面色发白 乏力倦怠的体虚人群 国医泰斗赵炳南先生 开出了养血剑发的巨圣子汤 巨圣子10克 黑芝麻10克 桑肾子10克 川胸10克 九当归10克 甘草10克 兔丝子12克 和手屋12克 白勺12克 炒白竹15克 木瓜6克 除了去医院开药方喝汤药之外 一些常见的食物 也能辅助缓解体虚型脱发 陈医生精选其中精华药材 方便大家服用 我们只需要取其中黑芝麻10克 桑肾10克 当归10克 甘草10克 白竹15克 和木瓜6克 将所有药材放入锅中 倒入没过药材一寸的水量 也就是两手指左右的宽度 把水煎煮到还剩200毫升左右时 倒入碗中 饭后一小时服用 每日一次 坚持服用 便可以有效地预防血虚脱发了 我们来说回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 如果是很虚的人 或者是很湿的人 或者像你这样又虚又湿的人 生活当中再忽略一些小细节 你就会掉得更厉害 下次就可以戴假发了 就不必再隐藏自己了 那么哪些生活细节 会导致我们脱发加重呢 我们来看 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 我们用三个那么可爱的这个南瓜 来就是找比较秃的那个蔬菜嘛 是 然后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 王凯医生他们让你去打开 说里面是有很多的隐私 隐私曝光时间 那我看一下啊 我先打开第一个对不对 对 看看什么坏习惯会导致脱发 特别喜欢这个环节 以后我们每一次录像都会 需要大家来暴露一下隐私 好了 这怎么像是大侦探呢 拍了一些照片拿出来 照片 照片 你们俩的啊 自己认脸 你看一下吧 看一下 我们俩呢 没有李医生的吗 素颜的 我绝对的不会公布 李医生的 李医生在上道具之前 已经偷偷地把他那张拿走了 我看到子涵那张照片 我真的觉得我替子涵 感到不值 人间不值得 这个照片 王子涵这张照片 让我想到一种领长类动物 先讲 山啸还是什么 山啸 对 有那么一种猴子 脸上都是那种褶 不是褶 对 我跟你说 我用一个经典的台词 来描述这种动物 就是脸长得跟屁股 我看一下王凯震这个 王凯震好可爱啊 他跟我说 揉得越整理越好 越厉害越好 但是我也是确实 是在这方面 比你们好看一些 我想这个东西 跟我脱发有什么关系 照片是怎么拍的 手机拍的呀 手机拍的呀 所以吗 我就不拍吧 为什么我这么大年龄了 我还没有脱发 为什么你没有呢李医生 我就是不用这些不好的东西呀 手机的辐射呀 其实你很喜欢 包括我已经为数不多的资源呀 这真的是很重要的话题 咱们现在有时候手机有些功能 可以看到你上周 平均每天有多少小时的手机 每天都可以显示 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用了那么长时间手机 可能就对我们的发量造成影响 实话实说啊 大医生是个开诚不公的 很坦诚的节目 你手机用的多吗 多啊 一天几个小时啊 我也是看到了 就是你说的手机有着功能 上周用了多少 我非常恐惧啊 他经常说你这周 比上周又多用了百分之多 对 这个是你最讨厌的 对对对 你一天六到七个小时 都是很正常的吧 就是我们说手机使用过度 跟脱发的关系是什么 手机是个新生事物 我们老总统没有见到手机 但是他原理他已经跟我们说清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黄金恋经里边讲 九世伤血 那血是什么 血为发之余吧 发之余 用眼过度一直看 就伤血了 完了 这我第一次知道 我们医生很难避免 整天要查文献啊 文章啊 你行啊 你一直在网诺好吗 你什么查文献 九世伤血 而且你是怎么看手机呢 我坐着看手机 那你久坐伤肉 如果你要看手机之后想的特别多 酒丝伤痞 如果你要是躺着看手机 酒卧伤气 全身无一处不伤 你要站着看手机 酒力伤 伤体 好了 无论什么东西 我们用得过久了 都会多身体造成一件的健康 所以在这儿 我郑重地向大家发起倡议 我郑重地向大家发起倡议 就是希望大家在手机上设置一个 像这种闹铃一样的东西 从早上7点钟到晚上9点钟 每一个小时设置一次叫醒 不叫叫醒啊 李是不是在住院吗 提醒功能 然后这时候如果你正在低头玩手机 你去看手机 你把手机放下 然后到外面去走一走 看一看蓝天 看一看田野 享受一下阳光 听一些鸟叫 看一看我是大医生的 这个我突然地想起来 就是我每突然一个小时门诊的时候 我这个表就要想 已经一个小时未动了 起来活动 活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这是科技带来的便利 没错 另外就是看手机的这个距离 其实大家都知道手机有辐射 比如以前我们节目当中说了 睡觉的时候不要放到枕头边 还有就是玩手机的时候 保持个20到30厘米 其实这些生活细节 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健康地使用手机 但是我觉得归根结底这一点 不管是小孩看手机玩iPad 还是大人看手机看电脑的时间 都应该严格得到限制 王凯医生是个眼科医生 听有一堆孩子家长说大夫 我是不是不能让我们家小孩去看手机 这个小孩使用手机 或者iPad平板这件事情 实际上咱们国家卫健委是有明确规定的 连续使用的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 每天的累积总的时间 是不能超过一个小时的 长时间的使用手机 对于青少年的视力肯定是有损伤的 是的 非常好 青少年长大了还会脱发的 对 感谢陈老师 把我们从这个青少年用眼的问题 拉回到脱发问题 青少年 广大青少年们 看看你们的偶像 你们的子函哥哥 你们的子函叔叔 对 想当初满头秀发 对 就是因为多看了点手机 到了今天那个前面 但是你真的要注意好不好 因为这个确实比你第一年来的时候 往后退了大概也就四五指的样子吧 对 没什么别的原因 都是你气点 多多变化 自己好意思说嘞 快去看看这南瓜 第二个是什么 去 快去 我这个南瓜长得也很Q啊 什么东西啊 哎呦 我们看一下啊 这也是子函在各种生发的小技巧里面 淘的一样神器 这个神器是怎么用的 我们先来看看在网上找的视频 有跟他这个相关的一些实用讲解 来看一下 为了遮掩自己的发际线 网上的各路朋友可谓煞费苦心 想到了各种方法 有的研究出了用特殊的梳头方法来遮掩 还有最厉害的 干脆直接给自己划出一个发际线 还有就是发际线粉 然后就是哪凸凸哪 你知道吧 你看我这边是有点凸的 往上测一下 一马见效果 我想不出来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也不太相信 而且就是它怎么就 怎么就就变成就那样了呢 我们找人来试验一下 不要让王子涵 不要让他再试了 我们不找子涵 我们就找那个台里头发最少的那个家伙 我们导演之一 然后因为他呢 其实也平时没有什么机会来上节目 对 但是今天讲到头发少 他说这个我可以 谁也比不过我 谁也比不过 谁也没有我少 我们把导演请上来好不好 好 来 来 今天有这一天 欢迎威大 我给你唱首歌怎么样 那头发都去哪儿了 你可以有个八十绿 八十 八十了 那我可真下手了 好亮啊 我们来看看剩下的部分 好 来 我们摄像机给个特写 越等了一天是等了有多久 是看着少吗 有点少了 平常的发质是比较硬的 你看她这发质都比较软 开儿般的小绒毛 对 她这种的头发就会越来越不长 碎毛 她就长不长了 Sandy Amy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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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anda 咱们试试那个神器 我看看 我真的不敢想象 这就撒上去就会变成那样吗 又想撒下 胡椒面 就这样 顶着呼吸 天 还是陈医生笑得很熟 好了 然后呢 然后你看 是不是 觉得她头发黑了不少 又黑又密了 可以输吗 这样的 不 可以摸一下 可以摸一下 能吹起来 你自己用过这种东西吗 没用过 但是我看过 还是挺想尝试一下 不要 这不行 这跟别人拥抱一下 把人家衣服上蹭了全是黑色 你看 洗洗吧 好嘞 谢谢导演的先生精神 谢谢 谢谢 短时间的只有欺骗性的 比如说子涵像 去选择 去选择 所以露白的这样 感觉这个东西 涂上头皮以后 头皮或者毛囊 似乎更不能呼吸似的呢 对 我也好怀疑 我们看到它是有一些纤维 而且有色素 它的材质 会不会对皮肤造成一个刺激 或者过敏 如果导致皮肤的刺激过敏 引起了一个炎症的反应 那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头皮的不健康 导致我们头发的不健康 另外如果清洗不干净的话 它有可能会堵塞毛囊 造成毛囊炎 如果毛囊炎特别严重的话 它也会导致脱发的一个产生 可能我们使用的时候 要非常非常地谨慎 好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 可能会导致这个头发更不好的 一个生活当中的坏习惯 或者是误区 有请蒙凯医生揭晓一下 来看一下 误区吗 那你不然觉得是什么呢 我知道这个 这个 来来来 王凯医生请回座 我小的时候 我头上有一块疤 然后就不长头发了 对 我妈就拿一块那个姜 在那儿蹭来蹭去 说一定会帮助你的 一定会长出头发来的 到现在也没长出来 所以我现在就可以皮摇了 没用 你真的有用这个执鬼剃头 老百姓就是在治疗 这种斑秃的时候 在没有去医院之前 他可能就会自己 用一些土方法了 拿这个生姜来擦头皮 就是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然后来生发 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其实它这个方法呢 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姜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一味中药 味是心的 但是心就是有散的作用 它会有促进血液循环的 这个作用 如果外用的话 但是我们使用的这个方法呢 要正确 如果这样使劲地擦 那可能会损伤我们的头皮 导致一个刺激性的皮炎 就无助于这个头发的一个生长 可能还会造成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个小技巧的 我们来示范一下 子涵你看 它已经削成了尖的形状 对 就这样 这个我们一般建议是 不要削成这样尖的 像胸肌 对 像胸肌 我们一般的建议是这样掰开 掰开的时候这里面有茬嘛 然后我们去这样去戳 这样刺激这样会好 不要这样来回去蹭 戳两下 戳两下 那我们一般呢 这个戳得蘸一些中药的药水 就是效果会更好 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调 脱发其实它是一个症状 它有很多疾病都会有脱发 而且不同的脱发 它的临床表现也不一样 没错 我们说的这种脱发的 治疗的这种生姜 戳的这种脱发 我们最常用效果最好的 就是那种老百姓说的 那鬼踢头 叫斑突 某天早上醒了 突然发现头皮有一块 圆圆的没有了 是这种情况 对 刚才月月说 她的那一块没有长出头来 是因为她那个地方受过外伤 她的毛脑已经受到损伤了 对 所以她不跟她长出头来 我那是一块疤 我涂了那么多年的浆 我冤死了 就是有一个网友问 说这个桃米水洗头发 能不能促进生化 还有有人说用醋 什么混着什么玩意儿 对 就是那些 大家各种的土方法 我们并没有证据来证明 他们到底是管不管用 其实说用桃米水来洗 我们在皮肤科 还真有一种疗法 我们叫淀粉浴来洗 但是我们是洗皮肤 就是当皮肤有搔痒 或者是有皮炎 我们可以用这个洗 但是它洗头 是不是能促进头发的生长 这个还没有 目前没有证据 就是把这个人勾芡一下 我还真听过一个 这个不知道靠谱不靠谱 就说这脱发怎么样才能治呢 说农村呢 是让那个牛舌头填 那条头皮 我是小时候摸过这牛舌头的 表面一摸是拿刺的 有刺 其实它和这个生姜 刚才我说的戳的激励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 在副叶里边有一些 对 霉 霉 霉 然后你刺激一下 我你可秃了 我又不要牛来舔我的头 我想的是去哪儿找一头牛 来舔我的头 对 那么爱舔你的头 我们的观众可以 就是说当你想要尝试 某一种所谓的土办法之前 我真的还是建议 大家去问一问皮科医生 看看到底可不可以这样做 好吧 不管是牛舔还是驴舔还是什么 包括想要在脑袋上涂什么 奇奇怪怪的东西之前 都要三思而后行 好吗 李医生 不要尝试 牛也不好找 刚刚我们讲的主要是 脱发这件事 然后拿出您的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一下 我是戴生的微信公众账号 输入脱发 可以获得刚刚我们讲到的 跟脱发相关的知识点 但其实讲到头发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事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困扰 我是上个月开始 发现我长了两根白头发 就两根 一根这么长 一根这么长 我难过了三天 矫情 对 你知道这叫 好汉子不知恶汉子鸡 怎么讲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们这白头发的多少 你看看子涵 看看李医生再看看我 真的 李医生我想知道 你的白头发是要定期去染吗 定期去染啊 为了上节目 没错 不是定期 不是定期 王海有白头发吗 我有 我很多 边上也有一些 对 我们今天现场要讨论白发的话题 还要跟大家说的具体一点 除了白发长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以及长白发的部位 也是很有讲究的 今天我们请来专业人士 白头发啊 长在什么部位 代表你身体可能哪一个脏腑 需要格外的注意 可以调理一下 您知道吗 白头发不仅影响美观 还可能预示全身疾病 长在不同部位的白发 可能预示不同脏腑的问题 不要走开 大医生马上为您揭开 白发位置的健康密码 李医生这个白发 你看到那个位置了吗 你们 特别像101班第二狗里面 那个坏女人 你有印象吗 那个坏角色里面 就是一个白发在这儿 挺酷的 真的像调缘的 真的像调缘的 我的在这里 很像印第安老班丘 还可以啊 但是就是归根接地 我觉得最费解的是 王子涵的这个 我说是想弄一个 神雕大侠杨过那样子的 那两缕白色的鬓角 好的 我觉得可能说 能表达有些问题 或者造成老师的理解 有些偏差 不不不 我感觉是不是搞错了 你这是老年的小龙女员 这个也有可能 王子涵 你去走一下秀 然后把你这个白发的特征 展示出来 好不好 我要求另外两个医生 跟我一起搞错 可以啊 他们愿意的话 走吧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希望我们的观众 记住他们白的不同的位置 1 2 3 走起 走不过 我觉得李医生这个 果然是我们的总监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西洋风摩托队 打头的是1936年出生的 李建平医生 好 回头来个定型 好 谢谢 我觉得不用特殊展示 好 谢谢 非常尴尬 谢谢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看啊 其实三个不同的 部位的白发分别代表了 我们说脏腹的一些 功能有跟肾相关的白发 跟脾胃相关的白发 还有跟肝相关的白发 周主任 咱们从谁先说起 其实这些部位 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部位 我们中医讲的 就是肾主先天 那如果肾精充沛的话 那它的气血也会充沛 另外呢 中医还讲到这个肝主藏血 脾胃呢 它是气血生化之源 所以说肝脾肾的功能 是否正常 他就决定着我们 气血是不是充沛 白发也是跟这个有关系 那我们就是从哪儿开始说呢 我们从前往后说吧 好不好 李教授 他是在这个部位 他哪儿不好 您直说没事 他这么大岁数 哪儿都应该不太好 他有心理准备 您说就行 在这个部位 如果出现白发的话 我们认为他是跟脾胃有一定的关系的 来 李医生贴在身上吧 李教授要注意了 王凯那个是 你觉得是哪个 我肯定不是肾不好 把粘给我 看周主任的意思 还真就是肾不好 非常地不幸 我觉得他是心不好 我是表达不好 跟我们的造型老师没有共通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先说这个李医生 我不太懂 就是脾胃不好 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出现白发 他是跟这个经络的走行有关系 其实我们的头面 我们中一讲叫猪羊之慧 就是很多的经脉 羊脉 都会在这个地方会走行 那这个部位就是羊鸣未经 它是从这个地方经过 脾与胃是相表里的 它是和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我们都知道脾胃不好 会有很多的症状表现 我们请周主任来讲一讲 脾胃的功能不好 蕴化这个水骨精微 它产生气血的这个功能就不好 神皮 乏力 面色尾黄 或者容易疲劳等等 这些症状 另外我们的如果脾胃功能不好 它可能会导致我们 有这个胃肠道的症状 可能食欲不振 或者有腹胀 大便唐蟹等等这样 明白了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 再来说说先说肾 还是先说先说肾吧 陈老师说一说 为什么肾不好的人 有可能会在这个枕部会长白发呢 既然是部位嘛 部位我们讲的都是 经络巡形的辩证 后边这个部位啊 一个是督脉 另外一个就是旁边走的 就是足太阳膀胱颈 膀胱是与肾相表理的 所以这个位置的呢 我们一般认为 可能是跟肾有关系 来吧 肝不好的这位 不不 它是心肝都不太好 周老师剖析一下我吧 对 怎么就肝不好呢 对 这个位置其实是 少阳胆筋它循行的部位 肝胆它是相表理的 所以它这个地方 如果出现白发的话 那可能和肝胆的这个关系 更明显一些 前额部位的白发 可能预示脾胃问题 枕部白发 可能预示肾的问题 两鬓白发 可能预示肝胆问题 除了要重视 调理潜在的疾病之外 我们如何让白发变黑呢 接下来大医生即将揭晓 国一泰斗赵炳南先生 独创的可以吃的染发膏 是不是有可以吃的染发膏 吃的染发膏是有的 对 而且味道应该还不错 首先来说 我是绝对不吃的 对 我虽然是个吃货 但是有毒的东西 我肯定是不吃的 这个染发膏我们都知道 染发膏用不好的话 有些情况 还能导致白血病呢 我们来听周主任说一说 也是我们赵老留下来的 我觉得像赵老 这样的一个大医生 还是特别重视这个科普 他在早年的时候 他曾经在杂志上发表过 专门用来治疗白发这样的方子 用药食同源的中药 他可以吃的 内服和外用来治疗白发的 而且赵老这个方子 当时还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呢 我说完了看看你还想不想吃 未必不好吃 真的 我们听听陈老师把这个故事讲一讲 那我可以吃 赵老就在讲 他小的时候 就是14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到医馆 德圣堂医馆来学徒嘛 他在学徒的空闲之际呢 就特别爱到隔壁找个娱乐项目 隔壁有个青山居茶馆 青山居茶馆有在说书的 有个陈大爷 赵老当时发现这陈大爷 说是古希之年了 而且这说书的你知道 他一定要声音红亮 头发也很好 然后赵老就特别惊奇 他当时他刚开始学艺嘛 他不懂这样 他就想仔细观察观察 这陈大爷到底是有什么秘方 有什么灵丹妙药 然后赵老就观察了 他差不多说书 大约一个小时的时候 他就会停下来 从他的一个小袋子里边 拿出一个东西来吃几口 然后喝杯茶歇一下 然后再继续讲 然后赵老呢就 因为他是小孩嘛 他就特别想套奇 这到底是什么灵丹妙药 说我一定要跟陈大爷逃了 陈大爷开始他不给 后来说赵老用他的话说 我当时就想抢了要这个方子 后来呢终于陈大爷就给他拿出来 赵老一看说 这不就是黑豆嘛 陈大爷说 对啊就是黑豆啊 在赵老那个年代 黑豆也不是吃的 黑豆是给酸酵 大肾酵酵的酸酵 陈大爷跟他说了 他吃的这个呢 不是说拿来黑豆就是能吃的 他用的是久蒸久晒的黑豆 先用和手乌和大青盐 我们讲盐入肾嘛 这个手乌是乌发的嘛 先把这个煮成汤 煮汤了之后呢 再把这个黑豆放里边煮 把这个黑豆晾干了 晾干了之后再拿着 再去煮 反复的这么九次 出来的这种黑豆 然后就可以拿来养生 每次吃个四五个 然后这就可以煮肾啊 可以生发啊 也可以乌发啊 赵老自从得了陈大爷 这个方之后呢 去研究 那其实在古籍里边 也有类似的记载 然后呢再加上赵老自己的领悟 他就把黑豆呢 就应用扩展了 制成了软发膏 我们准备了 我们让王子涵呢 去盛出来一点 然后呢品尝一下 对 然后我们再告诉大家 这个黑豆是怎么处理过的 好不好 好 来 咱去吧 我们来挤点出来 看看味道怎么样 哇 这个我们闻了之后啊 就发现是醋味 对对对 是不是有点豆汁的味道 就是有那个豆香还有醋味 这个是特殊的处理过 黑豆和醋去煮 醋呢一定要用那种老黑醋 不要用那种香薰醋或者白醋 然后去煮这个黑豆 有一定的比例 就煮成这种糊状 就可以做成染发膏了 明白了 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可以吃的染发膏 在以前您这个故事当中 对 那个方法是可以吃的 然后赵老呢 改良了一下之后 对 用这种食材 用这个药食同源的黑豆 做了一个染发剂 所以叫可以吃的染发膏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用醋用黑豆做的 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们专门拍了一个短片 去看一下 到底这个可以吃的染发膏 是怎么做出来的 去看一下 我们如何才能在家自制 能改善白发病的 纯天然染发剂呢 我们只需要用黑豆120克 米醋500克 将两者倒入锅中 煮到西壶状即可 过滤之后 用牙刷蘸药醋刷在头发上 每日白天站上两次 晚上洗头一次 坚持使用到头发变黑即可 大家最最期盼的这个学位 学位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剑发三学位 我们的观众拿出您的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一下 我是大医生的微信公众账号 然后输入剑发两个字 就可以获得这三个学位 也会获得怎么按呢 按多长时间啊 什么样的手法 请陈老师跟王海 看一下 在他头上演示一下 头为主要之会嘛 那所有的阳气都局限在这儿 阳气不好了 然后你这个出现发质就不好了 那我们这一个是改善阳气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改善你这些情质的 那一个穴呢就是百慧穴 百慧穴可能大家都知道 就是头颈正中的地方 那你怎么去确定 头颈正中的是叫百慧穴呢 是不是有那个旋那个位置 那有两个旋的怎么办呀 取中间的那个 三个旋的呢 我们是讲前发季的正中 和后发季的正中 连线的正中间 这是一个点 另外一条线呢 是两个耳尖往上 两个耳尖的连线 和前发季的 对 这样的交汇点 这就是百慧穴 这样就定了 第一个穴叫百慧穴 百慧穴 那第二个穴呢是什么 百慧旁边有叫四个穴 叫四神聪 那四神聪就是百慧穴 旁边的前后左右四个穴位 那离它有多远啊 我不知道 是一寸 我们这个头部的正中 和这个前额是六寸 那我们就选六分之一 这个位置就行 它是前后左右 对 前后左右 长度就可以定着四神聪 四个穴了 另外一个穴呢 我揉一时候挺清醒的 你自己揉一头 讲起来揉呢 肯定是要是有手法 我们调节身体的 都是鼓鼓正气的 要用补法 不要用泄法 什么是按摩的补法 什么是按摩的泄法呢 重手去按 这个是泄 而你轻轻地去揉 这是补 只有这种轻轻地揉 这才是补 就是这样转着 对对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 方向的这种补泄法 你顺时针去揉 这是补 而你逆时针 这个就是泄了 那这个大概按多长时间呢 一般是按个三五分钟就可以了 三五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每天按个五六四 懂了懂了 其实这个东西绝不是说 你按一次两次 你头发就长出来了 这个呢是一个 水滴石穿的作用 你需要坚持 对吧 陈老师 对对对 是坚持 这是保健 关于头发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跟头发 没有太多的关系 更多的是 跟头皮健康有关 头泄的问题 其实刚才我们有讲到 说如果身体里有湿的话 这个人容易头发油啊 老得洗头啊 往往这样的人 也会伴随头泄 头泄啊 我们中医认为是有风啊 这个问题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当然这个风呢 它可以跟热 可以跟湿夹夹在一起 就是我们认为 一定是有风险 那为什么风险 就是我们头脑漏在外边 为什么我就洗头皮穴了 或者其他的时候 我为什么没有 我现在有头皮穴了 那我们中医讲 你正气虚了 等你正气虚的时候 你邪气才入侵了 那我们认为 头为助阳之会 就是你阳气虚的时候 然后你这个时候 就会容易受到 这些风险的侵袭 侵袭了之后 就会导致这种 头皮穴的产生 头皮穴多数 还有伴有头皮的搔痒 对对对 对 因为我们认为 风险它就多痒了 是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那边有一个方法 就是专门要给出一个 去头屑的喜剂 是不是 对对 这也是赵老兵们的方法 那我们在揭晓之前呢 先请李医生放下包袱 跟我们来做个测试 就测一下李医生的 这个头皮状况 真的需要我吗 真的需要 不要怕李医生 那太多的话 后期我们可以做一下 我觉得还是应该让子涵 你知道子涵的初中女同学 所以给子涵写了一首诗吗 这个事您是怎么知道的吗 特别喜欢你 你甩头洒落了雪花 怎么这么有画面感 但是我觉得 刚才说了 比如发亮会影响这个外观 头皮屑它有时候 不光影响外观 它有时候会影响整个人的气质 而且会影响恋情 肯定这个画面感是不好的 你想想谁愿意 跟一个吊渣饼似的人 天天谈对象呢 对不对 李医生这样 我们找了一位我们的 这个热心观众 跟你一块来做一下 头皮检测好不好 好的 看看你们俩的这个头屑的情况 好不好 好的 反正 那么我手里呢 有一个神器 我给大家测一下 咱们这个吊渣饼有多厉害 李医生肯定为了今天的录像 怒喜十遍头 来来看一下 我目测李医生这也还可以 掺起来啊 转一转 好 在黑色的上面 捋一遍 捋一下 还真没什么我觉得 好吧 好吧 我们再看看这小伙子 别把人家头发粘掉了 你有女朋友吗 有啊 那么今天的节目以后 这不一定是什么 哎呀 我这不用那个什么都看到了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有一点 有一点点 看到了 我问一下小伙子 你平时有头线的困扰吗 真的有吗 快一年多了 以前的时候没有 然后来北京之后呢 本来不太适应吧 我是南方人 然后就有了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李医生 谢谢你啊 真的是听说就是比如说我 我南方的朋友 他们来到北京出差 就会说北京很干 头皮也痒 浑身都痒 所以就特别像您刚才说的 头线跟风鞋有关系 那这种该怎么办 我们其实今天有给到一个 解决办法 就是一个去头线的 止痒的一个洗发水 那观众呢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微信公众账号 输入洗发水三个字 就可以获得 我们今天赵老 这个秘制的洗发水 好嘞 仔细看一下哈 这个颜色 然后包括可以闻到 肯定是某一些药材煮水 煮过之后 然后拿这个来洗头发 对吧 对对对 那这个方剂组成可以公开吗 可以公开 这是赵老 也是赵老传给我们 而且非常简单 就两位药 就两位药 简便一行 第一个是脱骨草 第二个就是大道角 这两位中药 从内服的角度上来讲 它都能驱风出湿 都能驱风呢 肯定是头皮屑 那赵老这个方子里边 这两个都能去头皮屑 而且这里边这个道角 就以前我们没有肥皂的时候 就皂就是拿这个来做的 明白了 另外一个是透骨草 多少克 煮水之后 要洗完之后 要拿毛巾 就是闷一下吗 还是说就正常当水 就一般的话 是每一样 三十克就可以了 一般是比例是一比一 起步是三十克 煮好水之后 放温了或者放凉了 你就把头放到里边去 来回洗就行了 一次洗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 洗完了之后呢 它会有一点磨磨 所以就拿清水稍微冲一下 然后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磨磨 你不冲也可以 不用洗发水了 不用洗发水了 它还有可以止氧的东西 周老师 对于头皮屑方面 还有什么补充吗 比如说饮食上 刚才我们说这个头皮屑 它还是跟风有关系 风有可能夹湿夹热 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在饮食上 也是要注意的 要尽量的少吃这种 刺激性的饮食 比如说像过度的辛辣 油腻 高甜的这些食物 过敏的那一定要注意 避免食用 容易引起过敏的 这样的一个食物 了解了 如果大家这个头屑 可能试了很多的办法 都还是不解决的话 我们建议大家 去看一下医生 因为很有可能 不单纯只是一个皮肤的问题 对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 跟头发有关的知识 一定要记住 头发不仅仅是美观 它可能跟我们全身的健康 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集的知识点 拿出您的手机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一下 我是大医生的微信公众账号 就可以获得 一整期的知识点的总结了 再次感谢一下周主任 谢谢陈医生 也谢谢我们的医生们部队 下个同时见 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